这只小猫真奇怪 每次女人叙叙的时候 她都要蹲在旁边 好像是喜欢听这个声音 原来这只猫对水声情有独钟 每当听到哪里有水声 就会立刻跑过去 在观察一会儿后 就伸出那小舌头疯狂的铁士 随后女人在节目组的监督下 又打开了浴室的花法 听到声音的小猫 慢悠悠地走了进去 蹲在地上尽情地享受着 看来她是真的喜欢这种感觉 那么她这么做 会是因为口渴吗 女人立刻否认了这个猜测 因为她刚开始也是这么认为 所以为小猫准备了四种喝水方式 但她似乎并不喜欢 通过长时间的观察 女人发现她只喜欢 被淋湿的时候去喝水 并且一定要是温水 如果水温过低 小猫就会远远观望 不会靠近 紧接着女人将水温调整为42度 小猫这才转身走了回来 那么她的这种行为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宠物专家仔细观察后分析 应该是猫从小就和女人这么玩耍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把玩水变成了一种习惯 原来她曾经是只流浪猫 三个月大的时候 女人收留了她 并且对她照顾有家 每天都为小猫洗澡 现在小猫长大了 女人只希望她能保持健康 去做她喜欢的事